3月9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相当之创下 早段来说都是下跌到28,300左右 开始有反弹下 市场有些报导是国家队入市下 在两会期间维稳股市 令恒生指数早段来说 曾经大幅抽升至500点 但中段来说再次掉头回落 收市单算 美段来说恒指在最后一段时间都靠稳 收市高了232点 报28,773点 成交方面有2,590 上升股份有800多个 下跌股份有1000个 今天的新经济股 腾讯来说都早段下插 收市来说就靠稳 报644元 升了0.2% 3690美团 继续向下跌了2.2% 9988的阿里巴巴 液市上升了1.5% 9988的阿里巴巴 液市上升了1.5% 都是 叫做 做得不错的 比较理想的 个别的板块来说就是 本地股 特别是邮邦 特别留意到 他在收市之后也在抹高 100元抽市水平 升了4.3% 另外汇控升了2% 本地的个别股份 例如恒基 升了1.4% 伸地 升了1% 详实来说 今天都挺威力的 升了差不多5% 上到63.5% 反正看到 本地的地产股 收租股 全部上升 原理有方 汇控这些都做好 中资股 新经济股 生物科技股 仍然比较反复 仍未见到明显的反弹 很明显 市场的风险 取向来说 都是偏向 是传统的价值股 在目前的情况来说 但是 何时会有一个 出现 转方向呢 这个就要继续观察 因为是 高领日来说 美国会出现 拍卖这个债券 市场也在看 拍债的反应 看会不会再推高债息 另外来说 下星期 联储局会议息 会议息前后 究竟市会怎么走呢 会不会是 议息之后 这个 联储局的官员 或者主席 再次释放 这个 买债的讯号 等等的情况之后 或者通胀的预期 这些言论来说 可能有机会 影响到 载息的走向 从而 再 影响到 美股和港股的表现 暂时 市场也是继续 在炒 旧经济股 新经济股呢 如果跌得 很深的话 其实都不妨 可以考虑 分注去吸纳 当然 吸纳的 选股方面 最好选择 陈讯 或者阿里巴巴 这类主力的股份 但以三线来说 相信 风险就会比较大 今天的收市分析暂时 感谢观看